AG赛讯组被XYG打解散 真是因为输给XYG太丢人了吗 昨天XYG赢了AG过后 AG二队的教练辞职了 这么丢人吗输给XYG 猫神有可能后面就不打得太炸脸 孟芝对专业票数曝光 小胖不如花海 久违比不上青蓉 尼诺 做爱跟九周恩 伴随着XYG被淘汰调回K甲 后续张大仙也是要考虑怎么处理战队了 要么直接解散或卖队 要么重组队伍 所以才会有瓜主说 他们全队挂牌 不过XYG在打席位赛前 他们跟AG打了一场比赛 直接临风了AG 以至于当时个mini跟北升等人 都觉得他们席位赛有希望了 甚至AG赛讯组因此被直接打散了 有可能是二队教练 觉得不好意思再待下去了吧 毕竟输给XYG不奇怪 电子竞技任何情况都可能出现 但是被这么轻松临风 并且后面还换上了中意 还是被碾压 确实是有点说不过去 还讲到猫神后面 可能就不打得太炸脸 这可能就是想买翻翻的原因吧 昨天XYG赢了AG过后 AG二队的教练辞职了 汉斐 馒头 汉斐还馒头啊 馒头 汉斐没辞呗 那二队教练不是汉斐吗 馒头也是啊 馒头馒头已经在 已经已经在找其他的了 6就输给了XYG就辞职了 输雷霆杯都辞职啊 输给XYG啊 这么丢人吗输给XYG 0比3 我操 那为什么今天XYG还还打那条样 这谁知道 还有说什么 卖大帅买翻翻的 假的 怎么可能卖大帅啊 AG想多了 我都是问本人了 怎么可能啊 卖大帅买翻翻 这你们想多 教练组都说了 不可能卖大帅的 知道不要培养的 这太扯了 卖大帅 KAT可能大概率 后面就不怎么打了 知道吧 然后就是梦之队专业票数曝光 有瓜主直言 打也是花海 射手是宜诺 编路是Fly 中单是青蓉 辅助目前暂未可知 如果是按照成绩来看 翻翻跟猫神的概率都很大 但是这个瓜如果为真 明显专业票也不够专业 任何情况都可能出现 毕竟小胖刚拿到春季赛冠军 以专业角度来看 他的票必然是要超过花海的 最后就是教练是九折 这样看来 艾斯有可能去不了梦之队 只能说吃瓜不信瓜 不然小傻瓜 艾斯队首发已经定了 已经出来了吗 我听他们说是一个 青蓉辅赖 然后青蓉辅赖伊诺 其他几个人忘了 我只是听他们讲 就是那个投票的 他是还没出来 是那个专业评审得出来了 哦花海对 有有花海 花海 花海不小胖吗 花海嘛海子哥嘛 我只是听说 啊辅助呢 辅助我是真忘记了 内部评分是九折吗 好像是 听中单青蓉 打野你说花海 对抗路弗赖 射手是伊诺 辅助你没说 教练你说九折 这个真假 我已经没有办法去判定了 因为我在真的很认真的看比赛 肯定没内定的 总的来说 AG赛训组能被XYG打解散 确实是让人有点难以理解 可能在他们心里 就不该输给XYG吧 毕竟他们只是一支B组队伍 甚至席位赛第一轮就被TCG淘汰 至于孟之队专业票 按照正常情况 小胖 伊诺 Fly 项鱼 猫神 这五位不同位置的选手 应该得票数最高 教练老林比九折更适合才对 前者近几年经常夺冠 后者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当主教练了 并且也没有成绩 当专业票不可能无视大众票 所以项鱼这种人气本身比较低的选手 也有可能会被专业票放弃 最后大家觉得 孟之队谁去才是实至名归呢